哎呦二师 小明你好 又见面啊 对 先前我用那个RIP在我们公司进行配合一下 但是随着公司的规模扩张嘛 啊 现在已经三四十台路由器了 就是我感觉那个RIP的它的收典速度还是有点慢 运行起来 还有时候不太那个稳定 不是稳定 而且挺吃力的是吧 嗯 是不是你们公司的路由器是 以前有一批比较旧的设备 后来又买的新的是吧 嗯 啊 那旧设备可能那个运行 这个路由器的配置可能稍畅 嗯 另外这个路由器的台数增加了 可能满足不了这个RIP 对 有时候有时候那个网口断了 然后它就收典速度感觉很慢 嗯 这个如果是你台数多的话 这个RIP这个协议运行也是 肯定是很吃力的 因为这个RIP毕竟是距离始量路由协议嘛 哦 十多台左右环境比较合适 如果这个路由协议太 这个路由器太多的话 RIP就是不太合适了 哦 那这时候我应该就是怎么办 啊 当然老师要问一下 你们现在这个 你们公司设备是 呃 四个单单单单家厂商呢 还是多家厂商呢 有没有华为的其他的设备 嗯 暂时现在还没有 就是直接都是华 四个的实位 啊 都都都四个设备啊 看来你们老总挺有钱啊 全四个的 嗯 那老师就建议你用这个EIGRP协议就可以了 啊 啊 啊 下面老师就给你介绍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搞IT的人是一般都是硬帽吧 啊 这个都不用多说了啊 嗯 大家执行的步骤看看啊 嗯 你在这个呃 配置之前要把这个圆圆RIP这个路由器给删掉 是吧 嗯 完了之后进行EIGRP的配置 EIGRP一样跟RIP 只不过它运营环境 啊 可能路由器的材数要多一些 哦 它的配置和EIGRP差不多 嗯 就是简单的几步 老师还是说那句话 嗯 啊 这个路由协议啊 协议协议的原理还是比较关键的 啊 啊 具体它怎么怎么发动Hello Ball 怎么交换路由信息 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 嗯 配置的话 啊 就两步呗 RIP不就那两步吗 是不是啊 RIP ROOT RIP 完了Network 是不是 对 这些两步 啊 再加一个No Auto summary 把这个自动汇总给关掉 啊 EIGRP也一样啊 你先提高EIGRP进程 也是入它 那个EIGRP 完了后面一个 啊 一个啊 AIS号 一会儿再 老师再说AIS号是什么 之后也是宣告一下网络 啊 其实挺简单的 所以啊 配置 配置很简单 配置很简单 主要是排错 啊 搞路由交换主要得 主要是会排错啊 嗯 另外这个你配置完之后 测试一下EIGRP运行方 就拼一拼呗 各路由器 你不十多台 二三十台路由器了吗 是不是啊 你随机选选选选选几台 这个中断设备 你拼一拼呗啊 中断设备 拼一拼路由器 你配置的接口 嗯 如果都运行正常了啊 那应该就没问题了 还有一些EIGRP 一些命令 寿命令啊 等等 你都可以使用 嗯 好 现在咱们 没配置这个EIGRP之前 老师先给 呃 简单介绍 EIGRP的一些这个 基本的概念 还有一些基本的东西 啊 嗯 当然在我们NA阶段啊 EIGRP老师只是给大家 讲几些基本的东西 毕竟这个NA 它啊 EIGRP和这个啊 OSPF的考试设计的几乎很少 几乎设计不到 哦 这大了 如果你以后啊 想学NP或者IE的话 这是最 是主要的课程了 NA的话老师是先简单给介绍一下啊 嗯 啊 EIGRP协议该处 当然这EIGRP协议 它的一个全程 老师给你介绍过吗 这个呃 路由协议包括距离矢量路由协议 是不是 对 举个例子是哪个 呃 就就是RAP 对 它那个 多大的值代表它是无穷大呀 呃 16跳的 它不可以跳出 衡量那个路由好坏吗 是不是 15跳是可以通的 16跳 就因为这网络不可达了 啊 那是距离矢量 这代表协议 RIP 那个当然了 这个我们平时用的可能也不是太多 可能就练习啥 可能用 但是它这个路由协议的最基础的一个协议 就是发展最早的一个协议 我们搞网络的还必须了解它 嗯 啊 EIGRP啊 另外一个路由协议就是 练路状态路由协议 是不是啊 对 我们讲EIGRP给大家讲解这个练路状态路由协议 它的典型代表就是OSPF 嗯 当然这个 EIGRP 有的书籍 不同书籍 叫说法也不一样啊 有的把它 也把它归到距离矢量路由协议里面 有的书籍啊 把它叫做高级距离矢量路由协议 啊 EIGRP 嗯 它是增强型的 啊 当然 它有以前的一个版本叫 啊 IGRP啊 那个已经彻底淘汰了啊 IGRP 这个InHunt不增强的意思吗 嗯 啊 啊 啊 增强型的内部 网关 路由协议 Routing Protical 增强 行 内部 网关 路由协议 协议啊 嗯 增强型的 是在这个技术上啊 在它技术上啊 开发出来一个协议啊 基础 你可以把它归归归在这个距离矢量啊 但老师建议因为它不同书籍的介绍也不一样 老师建议你把它分分开来吧 就是它既具有距离矢量路由协议的特点 同时还具有链路状态路由协议的特点啊 距离矢量不以跳出啊来衡量这个路由条路由的好坏嘛 嗯啊 链路状态是形成一个托扑图 它也有链路状态的特点啊啊 嗯 这个你就把它叫啊啊啊 超级距离矢量路由协议就成了啊就成了 大家记住老师刚才还问你了 你们公司设备是不是全是四颗亿啊 单厂家设备是不是 嗯 其他的这个厂家华为啊什么啊 等等一些国内的设备都不支持这个EIGRP的啊 哦 但EIGRP用的还很多 一般的可能比较有钱的企业大型企业像银行啊 或者是这个证券公司之类的用的还比较多的嗯啊 它是一个私有协议啊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高级距离矢量啊 高级距离矢量 高级距离矢量 当然你把它叫距离矢量也没错 也不能说你错 那他就是到底是那个距离矢量路由协议还是链路状态路由协议啊 哎 老师刚才不是说 他同时他不但具有距离矢量路由协议特点 同时也具有链路状态路由协议的特点啊 但你不能往那两种协议里面归 明白啊 他的好处 你刚才不提到的 IP这个这个收敛速度挺慢的嘛 把它上分 用分钟来衡量了 这个EIGIP就是在IGI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了 在算法 就更新速度更快 网络收敛速度也更快 而且啊 这个啊 这个EIGIP它更新是 是增量更新的 就是你这个每个路由器在路由协议计算完之后 不就自己路由表吗 对 它更新的时候把变化那部分更新出去 EIGIP把所有整个路由表通过出去 这是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一个就是把所有新的工业 一个就是更新 RIP是把所有路由表全部更新出去 啊 那个更新那些更新的一部分 是吧 对 它是啊 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触发更新 另外这个采用不定期的更新 啊 你看 它只有在路由器改变计量标准 比如说每个路由器不有衡量标准吗 RIP用跳说 这个EIGIP用这个它的带宽和延迟 主要用带宽延迟 一旦它带宽延迟有变化的时候 嗯 这就是计量标准吗 带宽延迟吗 还有其他的当然啊 它主要是带宽和延迟 嗯 这个带宽延迟改变的时候 或者是托尔铺出现变化的时候 而且发送的是啊 部分这个路由信息啊 就是更 它这个有改变的部分 它去更新 不更新整个路由表 这样不就节省带宽了吗 嗯 也节省了时间了 哦 而且它的一个显动特点跟RIPV2差不多 啊 RIPV1就不用提了 太成就了 啊 它包含延码了 啊 这个叫什么来着 来着 这个是可变长 我们自网码码 是吧 而且支持不连续的指网 老师说啊 给你画个图吧 嗯 啊 用串口啊 这个R1 R2 R3 嗯 R1 R2 R3 啊 这个不连续指网概念 嗯 有没有印象了 点 1 6 点 1 1 0 0 24的啊 这也是172 16.1 16.2 0吧 嗯 24的 这连下面的网 下面的网络啊 下面的网络啊 假如这个中间那个是10.1 1 1 0 24 24 啊 那你说这边这个啊 172 1 16.2 0 中间对一个啊 10.1.1.0 网络格 这边有个172.16.1.0 嗯 这两个指网就叫不连续指网啊 如果是IPV1的话 这这这这种这个啊设计方式还可以吗 用IPV1的话 啊 IPV1是不支持连续指网啊 对啊 现在啊 他现在是这个这个就是不连续的指网了的 嗯 如果这块也172.16.3.0 这就属于连续指网了 嗯 因为IPV2和这个EEIP 它不支持这个可变长指网研码吗 啊 就是你经常录一条 在网络这个发布的时候 他带指网研码呢 啊 所以说这个啊 后面这个E6的后面这E1它能区分开来 和这边这2 嗯 啊 这就是EEIPIPV2以及OSPF的特点 嗯 啊 这是可变长指网研码 如果是RIPV1的话就不行了 那肯定不行了 两端它都区别成172.10这个网络 16.0.0 16这个网络了 啊 到这个中间路由系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这路由怎么走了 啊 啊 这个啊 另外你配置的时候 他虽然是支持VSM 你配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哪条命令 嗯 自动汇总那条 那我奥特萨摩瑞 一定要把那条打上 不然的话他到这个主网类边界的时候 老实告诉我 这个这个属于主网类边界嘛 是吧 假如下面还有什么172.16.4什么的 嗯 如果到这个主网类边界的时候 他会自动汇总的 如果你不把那个奥特萨摩瑞 用node给它弄掉 啊 那那那你 他默认的时候是 是进行自动汇总的 嗯 所以说你想让他支持这个啊 VSM和不连续次网 必须把那个弄掉 嗯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 如果你用eigerp的时候 这个两端呢 后面咱配置eigerp的时候 有一个自制系统号 也就是啊 那在这个全局配置命令 下 要打入一个 ROOT RIP 啊 这个自制系统号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啊 我老师先把这个打出来啊 嗯 比如全局配置啊 嗯 路由进场完了eigerp啊 RIP的时候说ROOT RIP 是不是后面什么都没有了 嗯 这个后面必须打一个啊 这个数字啊 就自制系统号 他就类似于这个OLP 老师给你分 那个叫那个分成区域那个 大的区域 运行商之间 AS号 嗯 但跟他还有还有区别啊 这两个大的运营商之间 中间有两个路由器把它连起来了 嗯 是网络云啊 嗯 这不有个自制系统吗 AS是吧 对IS AS 有自制系统吗 只有在啊 比如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这个内部路由器了 运行的内部路由协议和啊 这个是BGP叫啊 编辑网关协议吗 啊 老师也给你介绍过 嗯 这个它运行的是EGP协议 就外部网关路由协议 其中一个啊 最常用的就是这个BGP 内部之间啊 运行的是IGP 内部网关路由协议 什么RAP EIGRP OFPF之类的 如果你运行EIGRP之类的 这两个路由器要想交换邻居信息 只有交换邻居信息 建立起邻居关系才能接受对方的路由啊 嗯 它要有自己的AS号 这俩一定要一样 就是它配置的时候 后面的AS号 就我们也可以把它叫自制系统号 嗯 一定要一致 如果这个是12 那个是24 这两个路由器是不能交换路由条路由的 啊 这个在配置的时候注意啊 那OSPF 啊 就可以不一样 一会我们再介绍OSPF啊 嗯 也就是RIP和 EIGRP和OSPF的配置的时候 除了打上Router 是啊 完了这个协议名后面还加一个数字的标志 这个叫AS号啊 AS号 要想交换路由信息 邻居 邻居 路由器 要想 交换邻居信息 啊 ES 必须一致 哦 是这样的 对相邻的两个路由器啊 必须一致 嗯 啊 才可交换路由信息 啊 这可能理解吧 嗯 哈 EIGRP主要功能 啊 另外一个EIGRP的主要一个功能 当然对我们目前的IP网络来说 这功能也没啥大用 嗯 也就是它可以 我们目前那个 在互联网播运行的TVIP协议站 是不是 嗯 当然也有苹果 现在也挺火 但是我们 可能平时接触的不多 Apple Talk 这苹果没有协议站 还有什么IPS 老师以前也简单提了 这个EIGRP 对这些协议站都支持 它里面有一个硬件的芯片 叫 叫 协议相关模块 就是PDM 对 通过这个 这个 这个模块 来支持这些不同的协议站 哦 咱这了解一下就行了 嗯 你像 这个 OFPF它只支持这个 这个TPPIP的 不支持别的协议站 哦 那 RIP呢 RIP也是 TPP 哦 只不过这个EIGRP它支持协议站比较多 那这个对咱无所谓了 咱们现在互联网都是TPPIP的 对 这个咱们也没必要搞的 嗯 如果你不会IP会这两样这个这个协议站的知识的话 估计你工作也找不着 啊 哈哈 这个没说的了吧 是吧 这是可变成字网的CIDR CIDR CIDR就是超网 画人超网 它只要支持沿码 这就 没问题了 对 就是你说那个无类 无类预见路由 预见路由 嗯 可变成字网 沿码就是这个 嗯 在一个不同的区域化 可以用钢24 钢27都可以 哦 这个超网就是把几个小网络化成一个大网络 是吧 也可以返斜线 钢16 钢15 14什么的 啊 比如这个16位的你把它 把几个 把几个这个17216.1.0 2.0 把它变成这个14位的研码 那就CIDR的技术 啊 这个VLSM是在那个 比如说 默认的字网研码就是再往后划分是吧 对 这是往前划分嘛 啊 对 你看看以前老师介绍过的录像啊 嗯 这个都介绍了 那么支持汇总 可以自动汇总 也可以手动汇总 但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的时候是手动汇总的 哦 也就你想汇总的时候别让他自动汇总 自动汇总是汇总成ABC类的网络 手动汇总可以人工去控制 比如你一样的18位就18位 一样的20位就20位 哦 你自动汇总比如把几条路由 比如原来是24位 他自动汇总网上汇总是汇总16位 嗯 那是自动汇总他的功能 哦 啊 手动汇总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设计他的四网研码 嗯 啊 这个啊 没什么说的了啊 只有发现邻居 他有啊 在这个路由器间发送一些这个数据包的 嗯 另外他这个是比较可靠的啊 基于可靠的传输协议啊 叫实时传输协议啊 我记得您以前说那可靠的传输不是那个TCP 啊 对可靠传输协议多了啊 啊 这这也是一个实时啊 这个叫实时传输协议啊 啊 也是它是也是一种可靠协议啊 也是一种可靠协议啊 也是一种可靠协议啊 就是它是基于可靠传输协议的啊 就发送这个一些这个建立领域信息啊 之类的情况下它保证这数据可拿啊 有一些机制啊 它使用的算法叫 RIP使用跳数 它的算法比较简单 用跳数就完成了 这个EIG RP我们要 它的算法叫DUAL 啊 我们可以AL 啊 DiffUsing啊 啊不对 这个叫 扩散或是迷散 更新算法 或者叫扩散更新算法也行 啊 就是这个啊 这个单词翻过来 更新嘛 哦 这个算法 这是扩散 消算的意思 嗯 你看 D 老师可以把它打了大写字母 U P吧 嗯 是不是这几个单词的手字母 是吧 还用这个算法啊 没有了 用这种迷散更 扩散更新算法 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算法 这个算法 在N中 老师就不往里 往下升降了啊 你就知道它使用 在NA阶段 你知道它使用这个算法 来进行最佳路径的选择 哦 这都是NP里面的东西了 嗯 挺复杂的 先啊 先了解一下 先简单了解一下啊 EIG RP术语 可行距离啊 有几个啊 数语可行距离 一个是啊 啊 叫FD啊 FD另外一个叫被报告距离啊 叫AD 或者叫通告距离 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 老师画个图吧 嗯 嗯 R1 嗯 R 比如这有一个网段吧 嗯 嗯 这个就一带网 叫 随便随便来一个吧 10.1.1.0 嗯 24 723 好 下面老师介绍一下概念啊 啊 一个是 AD 你可以记下他就全程 全程老师补导了 就换个朋友啊 叫可行距离 啊 可行距离 叫可行距离 叫可行距离 这两个这两个单词的缩写吗 叫可行距离 就是我们在呃呃 这个衡量的协议不有算法吗 嗯 算法的衡量 就是有个英文单词叫什么来的 记不记得了 这个单词知道吗 跳书 对啊 啊 不一定 不一定是跳书啊 那就这RFP都没有match一个是跳书 那别的网友协议就不是跳书了 啊 这就不是跳书了 这一定要得清楚啊 这个这个是度量值 度量值 不同协议度量值 啊 日本协议肯定是跳书了 那达到16条 他就不成了 那个 日本网友协议他这个 度量值就比较单一嘛 只是跳书嘛 其他路由协议啊 就就不是他这个度量值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啊 林医报告的度量值就是衡量路由好坏 就是match一个值 嗯啊 比如 这个 这个 我们的RI到这个网段 他在通告到这个网段路由的时候 比如阿姨想学习的话 嗯 啊他要通告啊 他到这个网段有有一个这个match一个值 啊 啊 我们把它叫度量值 嗯啊 他能得得到这个这个 邻居时间通过hello报纸类能交换这个信息 嗯 看看这个FD 邻居报告的度量值啊 也就是邻居到目标网络 邻居到目标网络 比如这match一个老师就随便举个列 比如这个10 嗯啊 这个这个10的距离对R1 R1来说 啊 就是 AB 啊 AB就是 你看邻居报告到达远端网络的度量值嘛 对 R1来说啊 对R1来说 邻居报告对对到远端就远端网络的度量值 啊 叫AAD 啊 这叫通告距离啊 叫通告距离 啊 那这个R1和RI之间还有个matric值呢 是不是啊 啊 整个这段距离 那就叫啥了 FD FD 可以距离啊 啊 一般情况下是RD AAD肯定比FD 大一些的啊 小一些的啊 小的啊 这两个呢 先考虑考虑看有没有问题 你看 这是可行距离是邻居报告的度量值 就 当然报告哪路上是到目的网络的啊 啊 度量值啊 再加上报告词 路由的邻居度量值 嗯 也就是这个路由不是R2报告的吗 嗯啊 这个他到这个啊 报告路由去的这个度量值嘛 他俩的合了 啊 再再看看这个内容 就是邻居报告的度量值指的是哪段距离啊 哎 他到哪个网络到哪个网络呢 啊 对啊 就是这段距离是吧 对啊 就是他到这些这个以太网络 啊 是吧 他通告路由的时候 他通告的10.1.1的网络 他肯定有个有有有个 迈出个值啊 就是啊 他通告给他吧 啊 这段距离啊 啊 那就是AD的值吧 AD值 那FD呢 就是 AD 邻居报告的度量值就是这个AD吧 邻居报告度量值就是AD吧 是不是啊 那报告此路由啊 此路由的邻居度量度量值 报告此路由 按二说通告这个10.1.1.0的路由啊 是吧 报告邻居度量值 再加上这个吗 前面这段吗 咱们可以这样小语明有点懵了哈 邻居报告 我们可以加两个字 嗯 目的网络 再度量值 你可以这样 常不常 邻居报告目的网络 咱们刚才不举例子到10.1.0 10.1.1.0了 是不是啊 这个在图中是哪一段 也就是 现在啊 一会儿老师跟你说 这个啊 也就是这个 对A1来说的AD值 啊 被报告距离 就是邻居报告到了远端网络的度量值 嗯 我们AD值啊 我们用彩色笔画一下 对A1来说啊 哪个是这个 来选一个彩笔画的啊 蓝色的 蓝色的 对A1来说 R2通告 通告给A1的AD值 就是啊 他到目标 目标网络 啊 这就是AD AD 啊 等于5 比如等于5吧 嗯 刚才等于10了 就等于10吧 啊 那10 完了之后 这个AD值没问题了吧 嗯 R2通告给A1的到目标网络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卖这个值吧 嗯 是吧 AD没问题了吧 嗯 那这可行FD呢 啊 这个就是AD呗 邻居报告到目标网度量值呗 嗯 那这个 这条路由是R2报告给A1的吧 啊 报告此路由 报告此路由的邻居度量值 也就是这个R2到A1他不有个卖这个值吗 嗯 R2到A1他不有个卖这个值吗 啊 假如这段15 啊 那FD就他俩的合 就15算了 对 FD就15 嗯 FD就15 嗯 没问题是吧 没有问题 那如果R3通告的呢 R3通告 R3通告 R3通告比如这段是 啊 也是5吧 嗯 R3通告给这个A1的话 他这个AD值是多少 这段是5 这段是10 这段也是15 也是15是吧 啊 啊 R3通告 通告给R1的这个到目标网络这个AD的值多少 到那个10.1.0的那个 对对对 15 对他俩的合呗是不是啊 啊 那这那他的FD值呢 假如这个这个是10吧 FD值 就是25是吧 10再加 对 他到目标网络这个这个合再加这个呗 啊 是不是啊 这两个概念现在能明白了吧 嗯 啊 下面这两个概念 AD和FD一定要搞明白啊 这个路由信息的时候 这这两个概念同用 也就是嗯 这两个值在显示路由表的时候 前面后面分别是 啊 一个是AD值一个FD的值 嗯啊 另外就是后继路由器 后继路由器 也就是R1到到达目的网络 啊 R1到达目的网络 你看呢 你你走上条和下条啊 啊 他这个啊 FD值是不一样 嗯 你看FD值这个整个是25吧 是啊 这是15 是不是啊 嗯 这个度量之小肯定走这这条是好的吧 走R2这个条目是好的呗 是不是啊 对啊 哎 那所以这R2 我们把它叫后继路由器 又叫Sexasor 就后继路由器 就他去选择某条路由的时候第一个走的那个路由器啊 叫后继路Sexasor 哦 到达远端网络最佳的路由器 那样了啊 那如果这个路由器出问题呢 这个路由器出问题 他肯定是选择下一条了 是不是啊 嗯 但他不出问题的时候 哎 这个路由器就做一个备选路由器 哦 备选路由器啊 我们把这个备选路由器就叫可行后继路由器 就是一旦一旦这个后继路由器出问题的时候 马上替换 就是备用的路由器 对 一般是备用备用那个路由器 嗯 叫可行后继路由器 但是根据算法 这个算的值不一样啊 这个有可能有有的这个这个路由器 他没有可行后继路由器 一旦这个啊 路由表更新出 他还还去去去去选择的啊 但这个具体什么时候没有可行 什么时候可行 我能稍后再介绍啊 嗯 你先把这两个概念 可行距离和被告距离 AED 可行距离FD 啊 以后继路由器和可行后继路由器 先把这些概念都弄明白 嗯 啊 随便给你一个拖铺 你知道哪哪个值是AED 哪个值是FD 嗯 哪哪些是通告的路由器 哪些是可行后继路由器 嗯 这个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 啊 你看这个刚才不叫RTP 可靠传输协议吧 AED 嗯 正常这个AED RP是用主播的方式 这个建立铺关系的啊 嗯 默认性来是一主播的 嗯 如果他一主播发送给银行 没有从某个银行得应当 重新发送同样数据 六四没有应当 邻居失效了 啊 这这个路由器路由条件就建立不起 和邻居建立不起来邻居关系了 哦 啊 有这个机制的啊 是可靠传输的 嗯 这个有没有问题 则单波重发同样的数据 这个是怎么理解 嗯 小明什么意思 十六你说一个单波重发同样数据 是吧 看不懂这个 到底什么意思 也就是AED发送主播 那还看看这图吧 嗯 他正常以外 他是以主播方式嘛 发送他这个 这个 这个 相关这个 这个相关信息嘛 路由信息嘛 是吧 以主播的方式 这些 假如他们 这个都在同一个组 正常情况下这个路由器在同一个组 他会坚清他 啊 他这个主播地址呢 啊 如果他发送完之后 这个两个路由器没有 没有回应 嗯 他他现在知道对端的地址啊 啊 对端地址啊 如果发送主播没有回应的话 就单波发送给相连的路由器 单波发送给相连的路由器 啊 啊 他不是相连的吗 嗯 这两个都是属于邻居关系 对 就是啊 啊 他他知道通过报酬信息 知道对端的 啊 IP地址啊 十六十六次 单波发送给他消息吧 这样可以节省这个网络代官吗 啊 他十六次之后还接受不到不到的话 啊 那这个邻居关系就建立不起来了 啊 是这样的 啊 另外有可能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你可能会问这个他邻居挺多的啊 嗯 他收到相关信息之后啊 他发送完之后啊 这个接受有 有可能这个哈尔从从这又发送 接收到这个阿姨的相关信息 是不是啊 啊 对 是有可能吧 有可能吗 那接受到的话那你说用什么来衡量他接收到信息 哪个是新哪个是旧的 是不是 对 啊 当然这里有一个叫 啊 序列号机制 啊 这包里有个有序列 像tbip包他不有序列号吗 啊 序列号 他根据他接收 接收数据包的序列号的大小来衡量 他交给信息哪个新哪个旧 啊 如果接收一个数据包 他这个序列号比较新 你把旧的替换掉 啊 是这样的 对他有这个机制 接收的比较旧的话 那他保持原来的这个 啊 路由条目吧 啊 是这样的啊 还有就是我记得您说那个 版本二的时候 他就发那种主播 然后就是224.0.0.9 是吧 对啊 那那个主播到底能传多远呀 就是 如果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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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还是给你讲过这个这个广播域吧 嗯 哎 主播和广播他传输的范围就是广播域的范围 啊 广播域的范围 那你喜欢下路由器是不啊 不转发广播的是不是啊 嗯 对 那你说他他他他这个路由信息能传多远 一个广播域的范围 嗯 应该应该正常是两个直直连的路由器是不是啊 啊 就是两个直连路由器那个接口 是吧 对啊 这这这不就是啊 我选择一个颜色啊 嗯 红色吧 这这不就是一个广播域吗 啊 发广线信息就在这个范围内 主播也一样是吧 主播也一样 主播是比广播还小一点范围吗 啊 这两领域交换信息就在这个最短区域 哦 明白了 啊 小明啊 嗯 刚上一下啊 那个广播广播广播咱先不说主播啊 嗯 咱先说广播 广播这个肯定是这个两个路由器的直连接口吧 啊 是不是啊 因为这个路由器是隔离广播的嘛 嗯 隔离广播的 啊 另外还有一点应该说明这个路由器默认是隔离广播的 它可以通过一些命令配置它转发广播 完全可以的 但默认它是 是是是是隔离的啊 是隔离广播的 嗯 主播咱现在更正是主播的这个这个这个内容 咱先不管主播广播它传输范围 在这个OSPF或者是EIGIP它这个路由协议的机制里 因为咱们这个不有个主播地址吗 嗯 在这个这个IP地址分类的时候是吧 对 A类B类C类 D类就是一个主播地址 嗯 是吧 主播地址咱们 在IP运行的这个用的使用那个主播地址2224.0.0.9 是不是啊 嗯 也就是这个路由协议的机制中含有这个啊 主播的机制了 也就是这个所有的运行同一个路由协议 它都在同一个主播组中 就是所有运行这个啊 相同路由协议啊 这这些路由器 它会坚挺你主播的IP地址 都会坚挺主播IP地址 嗯 都在同一个主播组中 啊 它都会坚挺这个啊 路由器 邻居路由器 或者是啊 相邻路由器的这个主播地址 嗯 只要发送啊 这个相对应的主播信息的话 邻居路由器都会收到 好 啊 这么解释 你能领会不 嗯 就是这个路由器有它的机制啊 它不主播吗 它 所有路由器不出在一个主播组中吗 嗯 比如这个IP运行 它是都处在R24.0.0.9 这个主播组中 这所有运行IP这个路由器 都鉴定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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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P地址啊 同理这个EIGIP也是这样 嗯 嗯 要是那个EIGIP它的那个主播IP地址是什么 嗯 IP是R24.0.0.9是吧 嗯 EIGIP的主播地址是 224.0.0.1 好 好 啊 嗯 这个是EIGIP的它的主播地址啊 主播地址 还有什么疑问 小明 啊 那就是这个主主播的范围是不是啊 啊 主播你老师给给你这么解释一下 刚才老师也介绍了 只要它运行相同的协议啊 啊 这个应该是由路由协议来决 只要它运行相同的协议 这个协议范围内的路由器 它都会鉴定224.0.0.10 这个IP地址 哦 只要有相对应这个主播包 它都会接受 哦 如果你连比如假如这你连别的别的路由器 运行别的路由协议 嗯 比如Rip吧 啊 Rip 啊 是吧 它坚定的这个主播地址是224.0.0.9 啊 那它它运行的是 ERB协议 嗯 发送的主播包 它它会坚定那个24.0.0.0.10吗 啊 肯定不会啊 它它就拒绝接受这包了 啊 只是运行相同路由协议这些路由器 它们会接受 对 会坚定相对应的主播地址 啊 啊 你咱这里也不用比比较广播地址 广播范围和主播范围 嗯 你只要知道这个在一个路由协议域内 嗯 啊 它都会坚定相对应的主播地址 嗯 啊 但这个主播主播这个主播也是一个挺广的一个一个知识 呃 有些事情你可以上网查一些资料 看看主播相关知识吧 嗯 啊 这个范围也也也 啊 啊 和广播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可比性 嗯 啊 你看你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广播是在质量接口 是吧 嗯 嗯 在这里它就是主播只要运行相同路由协议 它都会坚定相对应的主播地址 哦 明白了 哎 咱先休息一会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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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